有兩方面 一個是外界 一個是內心 外界和內心如何找到平衡 外界環境不斷出現 現在既有的設計影響我們 內心如何處理設計 如何向前一切發展 但我相信若你問小康這個問題 甚麼設計時 他可能會跟評論有關 因為我們對周邊環境有批評 會引導我們設計 另外評論外的需求 整個世界不斷向前走 建築也好 環境 工藝設計也好 所有設計都跟需求有關 但需求之外跟欲望有關 因為我們永遠希望這個世界更好 我覺得他自己決定他自己 沒有人可以幫他決定他怎樣走那條路 當然如果你問他 他會說整個成長過程 整個香港 整個大環境 歷史 肯定對他有影響 但最後做決定的是他自己 因為他是有主見的 雖然大家看到他很從前如流 又好像很隨和 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劉小康 每一步都決定自己下一步 當然他的主見和看法 有多少在回應社會的發展 有多少在回應他自己的理想 我想要問他自己 我相信Freeman很明白交流是發展的前提 如果你沒有交流就沒有發展 文化交流或越界交流或跨越界交流 都啟動了大家重新看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當然交流最重要的元素就是 交流中看到一些評論和自我評論 你看到通過交流別人眼中的自己 和自己眼中的別人 然後就開始建立了一個論述 裡面就找到一些新的能力 創作性就是這樣來的 有幾個最重要的階段 和小康合作 大家都開始感覺到 不是只做項目就足夠了 不是只做項目就足夠了 而是我們要明白 要怎樣做社會建立 社會建立即是在制度上 怎樣去更加長遠去拓展 社會建立又跟我們的政策有關係 香港的文化政策 創意產業政策 甚至整個經濟政策 社會發展政策 教育政策 我想各方面 我和小康之間都常常有討論 早期討論是覺得要很實際 不可以只是做清談 所以慢慢開始探討 不是只做項目 關鍵時刻是大家開始討論 我們要建立一個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就開始了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當然做了幾個最重要的 我們一起都做了幾個最重要的 計劃或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上 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動 就是在2000年在柏林 然後小康一起和我一起做策劃 那個計劃做完之後 差不多有1000人參與 有一半來自歐洲 一半來自亞洲 然後五個星期在柏林 六個星期在香港 但那個計劃做完之後 我們不斷在想 如何強化一個架構 例如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我們最關注的項目 除了文化交流之外 還有甚麼呢 當然一個就是關於創意產業的發展 另一個就是關於創意教育 當代文化中心主催下 我們就發展了一間學校 就是香港創意書院 應該是2004、2005年時 我們就開始做策劃了 大家都明白下一代非常重要 例如香港我們如何承先啟後 我們的成長實在是香港最好的階段 因為當時有很多交流 在80年代、90年代 我們經驗了整個過渡期 由1984年直到1997年 裡面有很多關於自己身份的討論 和和制度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 對整個社區 我們就更加會要想清楚 到底我們和大環境的發展中間 如何可以互動 所以你說設計或在那階段 大家關心是制度的設計 制度設計 如何設計到一個好的政策 可以令香港更加好 這是一直小康很關心的問題 當然我們都非常明白香港、亞洲、內地 中間的互動 這方面小康不斷在做很多工作 其中一部份是山頭大學時的發展 我和小康、胡恩威和近帝強 我們四人一起策劃 是否在山頭設計學院的基礎 可以打出一個平台 我現在都在想 是否高等學府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是應該另外再開展一個智庫 去處理關於創業產業 以及關於設計、關於文化發展 當我們看小康所有作品時 都是歷史的部份 我們如何看歷史 我們如何用當下的角度去看過去 但當我們用當下的角度去看過去 都是在反映自己的態度 自己的定位 然後再一起看未來 我相信我們去看展覽 通常像這樣的展覽 那個回顧的成份是很重要的 但回顧不一定是用一種很懷舊的心態 而是我們看到歷史跟我們的關係 當我們看到一件作品時 我們都在想如果我們在用它 或是我們在那個年份 我們又在做甚麼 我相信這個回到我們說的 整個博物館的概念 我們博物館不應該是一個 死固固的 在看古老的東西 而是應該會生生的 我們自己可以怎樣參與 所以對同學來說 應該提出很多問題 不單問博物館是甚麼 或劉曉康是甚麼 或是如何策劃展覽 更加問到後面 就是整個博物館的內涵 以及它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回到教育 創作性 年輕人 很多問題 我希望同學放鬆點去看作品 以及要想像作品後面 很多其他內容 而不是只看作品 即是說這個作品很好 或是這個作品跟我有甚麼關係 實在更加深層去看 可以看到過去和未來的關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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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